心急容易出事 接下来的这位摩托司机不是心急 而是丧失了理智 面对交警的检查的时候 不但不停车 反而加速前行 把一名交警拖拽前行了近500米 直到被群众逼停 才熄火停车 根据警方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 当天下午3点25分左右 一辆摩托车经过检查点时 民警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但这名驾驶员不但没有理会民警的提示 还急速转弯 想绕过直骑民警逃离 民警立即抓住摩托车后座 让驾驶员停车 没想到驾驶员还继续加速 以时速80公里的速度 一路拖转民警向前逃窜 在将民警拖转行驶的近500米左右时 一辆社会车辆超过摩托车 将他逼停 在众人的帮助下 民警迅速将驾驶员控制 经调查得知 摩托车驾驶员做出这样的举动 仅仅是为了躲避处罚 因妨碍执行公务 摩托车驾驶员某某 将被行政拘留10日 开车上路不能太任性 因为不光涉及你自己的性命 还关乎公共安全和大家的生命